二人插播一则消息 中国国台办证实被指控为台谍的 台师大退休副教授施正平 他24号因为间谍案被判刑 那么安徽省马鞍市 中级法院判处施正平四年徒刑 持夺政治权两年 并且没收2万元人民币 大约新台币8.8万元的个人财产 中国央视曾经在10月 用专题报道声称 施正平从2005年到2018年 在中国当地搜集情报 报道播出之后 被我国的陆委会批评是自导自演 同时谴责中共是恶意政治炒作 刻意破坏两岸关系跟正常学术交流